欢迎各位由全面进场 4月10日礼拜六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本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在前日海关动员了过百人展开行动 去到阿布泰25个零售点和仓库进行突击搜查 在行动当中 海关减获了14款一共8800支沐浴炉和家居清洁剂等等 市值大约是港币40万 这件事触发到在昨天阿布泰国区的门市 市民大排长龙地爆买 第二单消息 叶柳在立法会上对于外国的指责感到不满 他竟然建议特区政府要传召总领市来当面骂一次 在说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在昨天 各区的阿布泰门市都排满了长长的人龙 很多市民手持住的货品 其实都不是什么必须的货品 而且 轮后付款的时间 亦是相当长的 但没有任何人抱怨 因为这班人 无非是想借着爆买的行动 向阿布泰表达出一种支持 亦反映出民心向背是怎样的 有部分市民质疑 究竟海关动员这么大量的人力物力 走去阿布泰那里 展开突击搜查的行动 是不是存在着双重标准呢 海关就说 那批被检获的产品 包装资料上全部都没有就着安全的存放 使用 耗用 或者是处置 是标示中英文商语警告 或者是警戒的字句 其中12款就只有泰文的字句 另外两款 就是有泰文和英文的字句 涉嫌违反了消费品安全条例 因为 条例规定要贴上中英文的警告标签 你说 海关这个执法行动 本身是有没有理由的 当然是有 大条道理 因为事实上就是有部分的货品没有贴到标签 但是有市民就会质疑 为什么只是阿布泰会遭到突击搜查呢? 因为有很多连锁家品店 根本上他们里面所销售的货品 很多就一样是没有贴到中英文的商语标签 就算昨天有多家媒体的记者 去了日本城 或者是蓝店叫做优品360 一看 就发现很多货品根本上都是没有贴的 或者 有些有贴有些没有贴 很多脱漏的 反正就看不到什么执法行动 难免会有部分市民猜疑 究竟这里是不是存在着双重标准呢? 事实上在目前这个氛围之下 市民能够做到的事也不是很多 唯有借着爆买的行动来反映民意 另外有些黄店 其实也是相当有心的 因为他们呼吁市民 去完阿布泰消费之后 就可以凭收据 去他们那家店铺 是可以获得折扣的 这些黄店就相当有心 其实海关前日的行动 也是驱使到有部分的市民 就专门走了去那些蓝店 或者是其他的家品店 逐样货品来去检视 究竟有没有所谓中英文的商与标签 这样就真的是触从 第一 这个就是增加了其他家品店的工作量 其实在这次事件之前 又有几多市民会专门留意 到底一件货品上 有没有贴到什么 中英文商与标签 那些烂鬼标签 写上的字又小粒 根本上平时就没什么人专门去理 现在这个议题了起来的时候 有班人就专门去看看 其他店铺有没有贴 那些店铺就如临大敌了 有些记者就拍到 有部分店铺里面的店员就很慌忙地 逐样的货品拿出来 就贴上标签 另外现在很多市民就专门去其他店铺 找找找有没有哪些货品 是没有贴上中英文的标签的 一旦找到的时候 他们就去举报了 海关会不会对于那些店铺 采取同一个执法准则 就成为了焦点 没理由只是对亚布泰执法 其他店铺又如何呢 好了这宗消息传到大陆的时候 在微博上 有不少的小粉红 看到这么多人走去爆买 就酸鸟鸟 有人就说 希望大家通关之后 都不要去香港 另外又有人说 这个黄丝很喜欢浪费时间 看看你们能够坚持多少天 接着还有人说 估计是辉累大脱卖 低价处理来吸引顾客 这群人估计得错了 第一 昨天阿布泰根本没有做减价促销 跟Nike、Adidas 现在的家具完全不同 那些就说是打折 然后吸引那些 大陆人走去 爆买 抵消了所谓罢买的影响 阿布泰根本上从来没有人说要罢买 那些是市民自发的 爆买行为 不好意思 第二件事就是 有人就质疑 这些行动能够坚持多少天 大家就拭目以待 看看爆买多少天 断股也不会少得过 罢买洋货的日子 所以那名小粉红就不需要太担心 接着我们就看看第二宗消息 叶柳近期 是战狼外交官赏身 昨天 他在立法会上说 上个月12日 七国集团发表声明 譴责中央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 但是联合声明里面就没有半个字 提及到立法会是怎样组成 或者是北京答应有民主和普选 他就形容 七国集团的譴责是指虚忽有 他就建议 政府 叫了总领事出来 当着他们面骂一次 拿着本中英联合声明 就问他们有哪一条是违反了 执他们一轮 然后就叫他们shut up 甚至可以发表指引 给海外的办事处反驳外国的言论 叶柳自己的战狼上身也不够 他还想香港驻外的办事处陪他一起 就说要反驳外国的言论 其实香港驻外办事处 他们主要的职能就是 关注经济、贸易、文化交流 不是用来反驳外国的言论 听都没听过有这个职能 叶柳当了香港驻外办事处 是中国驻外的外交机构 要监察着外国政客的言论 或者是外国报纸的社论 凡是人家说了一些 不合听的东西 就要立刻反驳他 这些职位 还有就是 叶柳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叫特区政府 全召了总领事出来 当面骂一次 喂 那你起不时当了外交部 驻港特派员工厨是死的 香港是不可以处理关于 军事和外交的精能 这些是关于中央政府管的 你有什么可能建议特区政府做这些事呢 是不是潜越了权力呢 就算叶柳真的要提出这些建议 他建议的对象都应该是中央政府 而不是特区政府 无论是行政长官也好 或者是 其他那些高级官员也好 喂 他们有什么资格或者权力 去传召外国总领事 他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 叶柳讲这番说话 究竟是不是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呢 是不是自己 无缘做行政长官 就专门好像想搞我个墙 怎会提出这些无厘头的建议呢 其实要反驳外国政府 特区政府一直都在做的 经常都有新闻稿 叶柳没看的 你认为发新闻稿也不够 还要行动升级 全召人出来骂一餐 真是这样 不是这样做事 叶柳以前也做过问责局长 是保安局局长 又做过高级官员 他怎会不知道 究竟政府的运作是怎样 他竟然可以提出这些建议 无非是否又是刹蟹 又是知道上边 喜欢听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就专门说这些东西 上边流行战狼外交 他就在迎合上边 就说这些 战狼外交式的建议 其实有什么意义呢 怎么也轮不到你做特首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